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此试炼往往使我们更容易照见本心 恍然原来疾病难隐藏的祝福 商周百大良医 在花莲慈激医学中心服务超过20年的院长高瑞和 行医经验让他体悟到 从病人到医师 维持健康的重要关键其实是态度 而不仅是医学的常识与知识 而今天的对谈人 也是拥有丰富医学经历的慈激大学校长王本荣 让我们来听听他们如何以正确的态度 面对未来的方向 高院长还有我们在场的各位观众朋友 各位师兄师姐大家下午好 好 那去年的年底我跟高院长 我们人妹到菲律宾 海远台湖的重灾区 独鲁湾 那我们两位连妹在天主教堂预诊 那也去沿街去仙岛 然后我们也在路上摆摊看病 那想不到回台以后 我就接到天下杂志的Penggy 他打电话来 希望我帮高院长的叔父来写序 那我也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因为我突然发现 我自己的要出版的新书 跟高院长的大作 是在同一天出版 我在1月24号出版 而且我们的结语是一样的 结语都是生命与会命 那最后的一个conclusion就是 生命就是一个言 所以其实也觉得真的是 一年非常的不可思议 那我们常常讲说 生无彩虹酸回忆 心有灵犀一点头 所以今天我们两个就坐在这里 我们就来介绍高院长的大作 那高院长的大作是 唤醒注意力 我想高院长是一个 癌症血种科的一个名医 那首先我就来请教高院长 写书一定会有一个动机 有一个延期 那我们就来请教高院长 来告诉我们写这本书的延期 王小长 还有我们亲爱的师兄师姐及朋友们大家 午安了 为什么会有这本书出现 其实是别人的鼓励 因为我们京社的德庸师傅 那么有一天就跟我讲说 高院长 您这个从医已经二十多年了 那么你本身是学医总科的医生 这一类的病 病人通常都是比较重大的疾病 所以你应该是有见过很多的悲欢离合 那么在跟对抗癌症的过程当中 应该有很多点点滴滴跟你自己的心得 是不是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 要不然有很多宝贵经验 也许如果没有留住这个蚊子的话 可能就散失掉了 那这样也很可惜 那我今天也是有道理 可是我也不知道从何所及 那结果德庸师傅就非常的热心 他就来 后来就联络了整个 经世文化跟天下诗诗 那就促成了这本书的产生 所以原曲是这样子的 我想这本书的主著 我稍微看了一下 它其实是以用知识来养生 用态度来养命 我想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有提到 因为我们的身体有免疫的系统 可以来抵抗我们的 所谓的外来的一些细菌病毒 我们的基因 也有所谓的修复的能力 那可以来消灭 刚明瞎的一些肿瘤的细胞 我们知道癌症一般的形成 一个癌细胞 两个癌细胞 不至于会产生什么症状 常常可能要到几亿 到十亿的癌症细胞 我们才会发生症状 那癌细胞既然是一个 我们内部产生的一个判军 那我们身体的一个 自我的一个疗愈力 到底如何来对抗 这样的一个癌细胞 我们如何来唤起它 这种自我疗愈的能力 我想这是高院长来选择 这个主题最重要的一个 深层的意义 那我们就请高院长来告诉我们 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个主题 当时是这样想 就是说如果是讲专业的部分 其实现在网路很发达 所以讲专业部分 其实很容易是可以去得到的 但是我自己后来就回想说 我在行医这么多人当中 其实碰到很多情况 就是说理论上 他就这个病人 就按照这个标准治疗 就是要接受化学治疗 但是病人就有种种因素跑掉 或者说延迟治疗 尤其是他心理上没办法跨过这一关 然后或者是家里的问题 那他没有办法来 就是其他不是医学本身的问题 造成这个治疗上 没有办法按照标准流程中 然后我就发现有很多 其实这是心理上的因素 还有病人本身对这件事情的态度 所以因为这样子就影响了这个正常治疗管道的进行 那最后就影响到了治疗结果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 也许我们应该从这个部分来切入 就是说当我们面临重大的疾病的时候 特别是这个癌症 我们应该要有怎样怎么样的态度去面对 那另外我也想到说 不同的人 得到同样的重大疾病 比如说肺癌好了 面对这个重大疾病 每个人反应都不一样 那因为反应都不一样的结果呢 多多少少就会影响到 他未来的对治疗的接受度 还有他对生活上的一些改 他的一些想法跟改变 比如说有些无有的还是个病人 本来是花天酒地 那个烟酒不离口 得到癌症瘤 他就把他戒掉 但是也有人就不戒 他说反正我已经得了 他就继续抽烟喝酒 所以原因的想法都不太一样 那另外就是说 这个得到病症 其实大部分人对生命来讲 都是一个很大的转折 所以每个人体悟都不一样 那有的人是提升 那但是有的人是沉沦 他就自暴自信 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 那我们怎么样从这个当中呢 去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在面对疾病的时候 除了要选择正确的专业医療之外呢 很重要一个心理上的态度的问题 所以才会后来才决定 从这个角度去谈这个问题 是的 我想高会长刚才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说 我们的态度来决定我们的高度 但是事实上我们生命的长度 其实也并不是人类可以自己完全去掌控的 但是我们现在 来威胁我们人类的一个疾病 其实已经从传统的传染病 已经过渡到一些慢性的疾病 甚至产生所谓的癌症 甚至会波及到高院长刚才所提到的一个心理情绪 甚至社会情急的一个互动的一个层面 所以许多公共卫生的专家 其实他们做研究 他们也告诉我们说 我们现在人类的一个生活的态度 其实应该至少决定我们生命长度的50%以上 所以在高院长这一本书也提到说 亦环是对生命最高的一个敬意 那我就请问高院长 在这样的一个亦环的一个态度 以高院长这么长久的一个经验来讲 你要如何来告诉大家 现在这个人 这个对健康的需求 其实是越来越因此 可是你想得到健康 跟你怎么做能够去达到目标 我常常看到有些人是不一致的 他自己想要健康 可是他的生活却不是发流那样的路走 所以我们如何去把那种健康的理念 真正落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 这就是最好的预防 比如说现在很多人都有三高嘛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说 你如果去医院检查 那化妊说你血脂肪高 那大部分的情况就是 医生就会开始开给你这个 这样的血脂的药 但是这样其实是最好的方式吗 其实不是嘛 你应该从源头去做嘛 你应该是让那个脂肪的摄取降低 那么达到这个降低脂肪的效果 而不是说你吃药以后呢 那你的生活情况没有改变 你一样大吃大喝 那这个就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啦 所以就是说 我们虽然说预防疾病 但是我们要有正确的态度跟观念 去采取正确的做法 才能够得到最好的效果 其实我们都知道 癌症是一个杀手啦 那现在我们大概联系二十几年后 癌症已经高级我们死亡排行棒的第一名 那我们现在的人 有三位中间会有一位 会因为癌症而软身 那其实癌症的种类 其实会有上下的一些变动啦 比如说早期肝癌非常多 鼻咽癌非常多 那子宫颈癌也非常多 那因为现在目前 像一些病毒有关的 像肝癌啦 像我们的子宫颈癌 都因为我们的抑缓接种 可以预测以后会慢慢的减少 但是有一些癌症还是极高不下的 像理性的乳癌 还有我们南里的一个汇腺癌 今年很快的一个飙升 那特别刚才我们提到一些饮食的问题 那我们知道所谓的结肠癌 现在在这一两年已经狂飙 已经变成我们南里 癌症死丸力的酸料雅筋 所以不正确的饮食形态 确实会造成一些癌症的一个产生 那是不是我们就来请问高院长 像我们现在为什么会心癌 还有现在的一个结肠癌 会越来越高 那有没有什么抑缓的一个措施 对 就是我们国内 这个女性的乳癌是节节升高的 那那个大肠癌症是升高更快 它的罹患率已经是冲到第一位 虽然死亡率不是第一位 那为什么这样呢 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 跟你的饮食习惯生物性态是有关系 这两个癌症跟这个你摄取高脂肪高热量都有关系 过去这个西方的女性的乳癌的罹患率是我们都放了两倍 但是现在呢已经慢慢趋劲了 就是因为大家饮食 慢慢趋劲于西方化的结果 那大肠癌症也是一样的结果 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从饮食方面来着手呢 才是最佳的预防之道 那当然有一些癌症 像刚刚提到这个肺腺癌的这个飙升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很清楚它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当然我们现在很多科学家就一直在寻找这些答案 为什么我们最近来这个肺腺癌的比例越来越高 那目前还在努力当中还不知道 但是乳癌跟大肠癌是很清楚的 我想我们这50年来 其实我们联合集计增加两倍 那我们大概地球的水的一个用量大概增加三倍 我们食化燃料大概增加四倍 但是我们肉类的食用量增加五倍 所以其实我们知道美国其实他们得到结肠癌的一个比例 大概比非洲大了15倍到20倍 那表示生活形态确实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关系 所以其实偏重肉类的饮食 确实不但不管饱不经济不健康 其实也不道德 那我们也了解说 其实我们文文欧欧的过路之后 我们一般人活的时候就永远不会死 那死气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 你好像从来没有活过一样 这是我们一般人这样子 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说 一个人被宣判得到癌症的时候 他就发现心里很大的一个冲击跟创伤 他可能很难掌控到能够活到什么样的一个时候 所以他可能会更争取生命 但是也可能会唤弃他的一个生命 所以利癌的人他本身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正确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态度 我相信高院长这二十几年看到这么多癌症的病患 他有很多相当好的一个经验 很多相当好的一个感想 我们是不是可以请高院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每一个人在得知说自己得到癌症 不同人他的反应会不一样 那当然点音上就是有所谓的先怀疑 觉得这是可能吗 这是真的吗 接着就是可能会否认 不可能啊 这个可能应该搞错了 我另外再去找另外一家院再查一次看看 那有些人又愤怒 为什么是我 接着可能就会开始忧郁 那倒霉就是我 就是有分好几个时期 那有些人就是前面那几个期拖得很长 有些人到了好几个还在否认说他得到这个病 他在到处在我们叫逛医院 他找了好家医院去重新再查一次 他就是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时间就浪费掉了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这个肿瘤这个癌症是 他是会跑的嘛 他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会转移 因为一旦转移出去呢 要清干净的几率就变得很少了 所以应该是早期 在没跑出去之前呢 能够赶快接受治疗 开刀或是放这些治疗 赶快把它清掉 那这个疾病其实是可以有很大机会是可以治愈的 如果你一直浪费时间在证明这件事情 那时间一拖过去也许就在这当中呢 这个细胞就可能就跑出去了 那意思就是说本来是可以治愈的病 变成不能治愈的病 那是相当可惜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怎么样面对这个肿瘤的正确态度呢 是非常重要的 对病患来讲是非常关键的一刻 要说完全没有那些那些那些心理反应 是几乎不太可能的 每一个人得知自己的肿瘤 怎么可能没有任何心理反应不可能 但是那个时间 那个症状时间越短 症状得到的症状效果就会最好 其实我从高院长的书上 其实也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患例 比如我看到那一位28岁白血病的龙真 他到整个一个慈悸医院 他面对着他的整个一个生命的一个历程 跟生命的一个转换 他甚至可以出来来跟大家来分享 来献身说话 来安慰其他肿瘤的病人 所以是不是可以请高院长来分享 你的一些病人的一些经验 他的一些正向跟互相会 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有些人就是会否认起 那他就一直在寻求确定的答案 那有些人就是接受没有错 但是他就去找偏方 绕一圈以后再回来 那时间一样都是让回调的 像刚刚讲的 我那一位病人 我是很佩服他 因为他大哭一场又马上就接受了 所以就很快就进入正确的治疗道路 那当然他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他就说 别人生病以后就觉得我是病人 那我就 就是别人要来照顾我 因为我是病人 因为我会病痛 我会接受治疗会痛苦 那这位病人不一样 他从这个疾病当中 他有新的体悟 他觉得说 这个生命真的是无常 那么虽然我今天生病了 那我当然是赶快接受治疗 但是往后 他怎么面对后面的生命呢 他突然有新的感悟 他觉得他应该付出 他不能就是 就只是当病人这个角色而已 他应该更加积极的去当作 关心别人的人 所以他反而就去 去关心这个其他病友 然后去鼓励其他人 所以无形之中他 他虽然得了这个病 但是他的生命也其实很大偏 他对生命有更深的体悟呢 他往后会过一个更 更有意义的生命 我想其实在肿瘤科医师 是非常的不容易 那我们常常会觉得说 其实医院就是一个 生老病死的道床 也是一个悲欢离恶的收银 那我是小儿科医师 所以小儿科医师常常 我们在高唱生肢科的时候 他们安宁病患 肿瘤病患 就哀哀鸣起的悲怅交双起 所以生命在某一个方面 是所谓的迎晚送救 所以其实生命就是一种 跟春夏 秋冬一样是一种所谓的 非常自然的法则 所以其实我们 最后的凋零 其实包括疾病本身 其实也包括你的生活心态 包括你的在外界所 碰到的一些变化 所以其实医生不可能 医好所有的病 医生毕竟不是神 但是现在以前医生 就好像是在众神的国度 那现在的一个所谓的 医疗的一个环境 医生已经被匾数到连接去 那实际上 现在医生也是相当的一个辛苦 因为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医病关系 理论上医生跟病人 应该是站在同一桥船上的 应该互相感人 同舟共计 我们跟家属跟病人 我们期待说 在一个艰苦的一个治疗的过程中 我们帮病人度过难关 但是假如不服人意的话 其实如果医病 能够互相感人 那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境界 但是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 台湾的一个医疗情况 确实产生很多医疗争 跟所谓的一个医疗纠纷的一个事件 所以其实在 特别在肿瘤血液科的医生来讲 其实碰到医病的一些冲突 可能要面对的一个挑战非常的大 所以我要请教高院长 你认为说 医病关系为什么会重要 那你如何来经营这样的一个医病关系 对 这个 我在思考 这个书里面要谈什么时候 其实我就想到这一点 因为 良好的医病关系 到底会有什么影响 良好的医病关系 只是让彼此都很舒服而已吗 还是说他真的会影响到其他事情 其实后来我的结论是 良好的医病关系 他不仅是双方互相感恩 然后这个双方互相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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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 他其实还会影响到你的事件的结果 因为我从几个个案里面就这样的体悟 因为你们的关系如果很好的话呢 像朋友一样被无法不了的话呢 第一个他的医主的正宗性就会很高 因为双方信任嘛 因为双方病人有 是个朋友 是有情感的 所以在医生方面呢 更愿意为你尽力 那么病家呢也越会去跟医生配合 所以整个结果就会变好 我举个第一点 比如说 医生经过诊断以后 下这个诊断 那么就会明定这个治疗计划 那这个治疗计划 有些病人 就会开始自己上网去找资料 或者甚至就去找电话的专业人士问 就是这个双方病人 有时候会好几个礼拜 他就去其他医院问 或是去上网查 然后问各种各样的人物 那我刚讲的嘛 这个时间其实都弄毁掉了 所以一个状态决定啊 要花很久的时间他才会下 所以呢 这个时间都已经弄毁掉了 那如果你想想看 这个疾病其实 如果是很长的话 他中间可能要好多的这个 这个决定 那每一次决定是这么难的 这样劳理大圈 所以 在这过程当中 无形之中 第一 就会隐藏到这个治疗的时程 或者是说 他可能就对医生不是那么信任 他就去治愈他 治愈他 你为什么不做这样 为什么不做那样 或者说 另外一家医院的医生说是这样 但是其实 有时候 别的医生可能可以 一定可以当参考 但是如果他没有真正去跟这个病人接触 没有去真正的跟 问诊这个病人 看到这个病人 有时候 下判断是不是不一样的啦 所以 所以你去问其他的医生 他没有看到这个病人 他可能看法会跟你不一样 但是他的看法可能会有点 不够完整 因为他没有亲自问整这个病人嘛 所以但是就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会当分掉很多时间 或者是说 对治疗的这个 计划呢 就会改来改去 所以这些事情都会影响到最后治疗结果啦 所以 医院关系不是只有说 心理层面的一个 而是会影响到您的治疗结果 这是我自己观察得到的 那真的非常感恩我们在座所有的菩萨大德 感恩高院长 那这里做一个禁闭的一个分享 我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